香港反送中運動接連不斷持續了將近一個月 週日 超過23萬人通過網路自發 再次走上街頭遊行 他們也希望能藉此 向受到信息封鎖的大陸遊客 傳遞反送中的真相 來看香港記者林秀儀的報導 有網民發起的九龍區大遊行 由於人數超出預期 遊行提早於30半出發 從舒氏巴黎花園起步 起步前 大會宣布為不幸身亡的幾位反送中市民默哀一分鐘 香港天文台中午12時發出酷熱天氣警告 但無足港人上街反送中 我們不可以被這團火 這麼快就熄滅了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爭取任何東西 所以我覺得每次我們有些什麼的 可能網上有些什麼召集的時候 我們都要繼續站出來發聲 當然是先撤回了一條惡法 還有就是要撤銷暴動定性 那始終其實為什麼香港人那天會衝先 政府不去想 反而一下滑還是暴動 如果那天都是暴動的話 那六、七那天都是暴動 對比之下兩個暴動 那誰暴動一些呢 一批市民在現場 手持多位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的照片 希望藉此機會聯合大陸的好人一起 對抗中共暴政 遊行隊伍龍尾約下午6時40分抵達終點 主辦方宣布今次遊行估計有超過 23萬人參與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